罗艾薇的所有香水 从它最开始出到现在 我都非常喜欢 罗艾薇是做香水 非常有自己的品味和研究的 以及它们的香调的搭配 我是觉得很特别 是很高级的一种搭法 所以你问我彩虹系列 最喜欢哪一个 我真的是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对于我们人生当中 你的情绪 是你的小彩虹 我不希望我的彩虹 是缺失任何一个颜色的 所以你是要拥有它的全部 我的幸运色应该是 黄色橙色这样的颜色 我很喜欢带一些柠檬调 柚子调香气的 因为那个会让 整个人的感觉很清新 所以这种类型的香水 我都特别喜欢 这两款香水是很适合 有一颗年轻的心 对很多事情抱有的 想法是乐观正面为主的 她的情绪通常情况下不外露 但是她在释放的时候 你会看到她的热情 和她的神秘的那个部分 对为什么说相对我来说是情绪 之前遇到过一个渣男 我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买了个旅行装当中 有一个那个味道 我就用了 我瞬间我就想起来 当时那段时间 我是以看起来很好笑的 那个心情 去看了那个时候的自己 我就觉得没有那个时候 你对比不出来 现在有多好 我没有估计过 而我们家的这个小冰箱 和柜子 还有我的展示架上 几乎都是香水 但至于说具体有多少屏幕 确实没有确切地数过 即便是这样子 还在买 留一被全系列的彩虹系列 买完 我可以说 我家里面有几个厉害的 是顾不出价格的 如果找到同道中人 如果你真的要拿价格 来评估的话 那北京的一套房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一个别墅 应该没有什么 大问题 汉语词典是口号呀 七个恋爱法则 才是教程 没有了 我一直都说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的很多经历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 把这个当成一个范本 不要这样 我是觉得每个人 都需要找到 自己的恋爱法则 我的法则 是不适用于大家的 每个人的相处 可能需要你们 自己去磨合 你们细节 磨合 你们两个人 才是齿轮型的 旋转着一起 带动着在走的 这个得要你自己摸索 我很喜欢 就是研究这些 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且我也很赶 之前青动的信号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到 我穿上一身 粉红色的衣服 带了一个 有点像断袋一样 材质的一个发骨 它不是放在前面的那种发骨 它很宽 它是放在后面的 它就是芭蕾舞者 就发式的这种灵感 它把它做成了头饰 我就觉得 哇 好棒啊 我喜欢这种 很特别的东西 就只要它 整个造型合理 我觉得放什么不重要 总得有人去尝试一些 看不懂的东西 会让人慢慢看懂 我还是在做一些尝试 我还是希望可以 我们能找到 就是我喜欢 然后大家都喜欢的 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 才是属于大家的 但是在找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需要先锋的尝试 大家才能从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里 可以多看一步 再看一步 我生日前一天在直播嘛 第二天我就空一天 我能正儿八经地 好好过个生日 是我几乎 近这些年来都没有过的 都是在忙的过程中 我是真的 贪了一天在成都 而且这个生日 很特别的是 我大概是 离开成都了之后 就是上大学之后 就是再没回过成都 过过生日了 就是我这么多年之后 在成都 贪死在那里 过了一个生日 我就说 对我 是一个特别好的奖励 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 火锅是一群人类茅材 茅材是一个人类火锅 穿出来其实我一定会觉得 我们把火锅里面的材 给它穿出来 然后放到火锅里面 就穿出来 不像这样之类的 而且是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品类 我没有 我没办法 很多人给我推荐的搓皂巾 我觉得特别疼 我用不了那个 我听起来是觉得很舒服的 我自己洗澡 我自己就这样 就这样搓 就是这样搓 我都觉得好疼啊 后背搓不到怎么办 有老公呀 有老公呀 我自己没办法 你避免 你来帮我 你去看